在几天前结束的太原战绩前赛上 坐镇主场的山西队表现不错 小万元詹宁斯的发挥也是可圈可点 三场比赛 他一共得到75分带领山西队取得二胜一负的战绩 赢下的两场击败了新疆队和四川队 但就是这样的外元 这个夏天却并没有受到太多CBA球队的青睐 除了山西 当时山西是唯一一支联系我的俱乐部 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来这里打五个月的球 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 詹宁斯说 虽然詹宁斯希望能够重返NBA 但如果无法如愿 他也做好了准备 如果回不去NBA 我会再回到这里 这个赛季 詹宁斯将联手斯科拉带领山西队力争重返季后赛 这个赛季我的球队非常棒 我跟斯科拉的加入 很多焦点可能会弱在我俩身上 但我的队友们也是取得成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斯科拉绝对是球队的老前辈 这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非常好的榜样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好的队友 我的目标是在这里度过很棒的一年 为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的胜利 季后赛当然是我们全队努力的目标 江宁斯说 何瑞明